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三观破阵 我是周恩周老师 那今天大牌还是持续呈现一个震荡 昨天我就有讲过了嘛 那不要以为季先是那么容易可以攻过的啦 在这边它肯定还是会震荡的 等一下跟他聊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的测标 威风电 金虹 那这边今天先做一个落袋的一个动作 可能很多会觉得说 周老师 这个金虹今天涨停还要落袋吗 周老师 你这个威风电今天这么强也要落袋吗 我说过嘛 我们现阶段的操作关键在哪里 在这里 有赚就跑 积少成多 累计价差 不管你要卖掌停板 或者是有赚就跑这一种概念 不管 重点就是说 我从这一波反弹千点到目前为止 我就是不断在贯彻 这三个字叫做快横准 快横准 等一下来跟他聊 因为可能之前都没有跟他聊到威风电 但是没关系 等下来跟他聊一下好了 那金虹算是老朋友了啦 从五月聊到现在这么久了 所以金虹一直都是我持续我在操作的股票 只要有好的买点我就接 有好的卖点我就出掉 就是累计价差的方式 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今天的航运股好惨啊 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万海 长龙 阳明 我前两天上礼拜 在卖这个航运股的时候 还有很多投资朋友不能谅解 最好是 你不是说要抢反弹做个这个航运股吗 有啊 有赚到啊 虽然说没有赚很多啦 我老实讲并没有赚很多 你看像慧阳 19号买的 24号出 套利7块钱不多 星星也把它卖掉啦 然后赚了7块钱的加差 当然万海赚了比较多啦 赚了47块的加差 现在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选择把万海给除掉 为什么我不买长龙 为什么我不买阳明 很多人啊 我这么讲好了啦 其实我也没有指责大家的意思啊 你的长龙啊 套到200块 那当然在你的想法内觉得说 主要是我就是要反弹到200 解套我才参加你的会员 但是我之前是不是告诉大家 好运股要反弹到过前高很难的 你不能看到这个中行 哇 好像他过前高 你就把所有好运股都把它当中行去copy他 没这种事情啦 一个股本19亿 一个股本200亿 一个股本500亿 不能去这么做这么比较 当然你手上好运股的 我看你今天好运股跌下雨 大概没几个人心情会好了 但是我这边要提醒大家 以长龙啊 杨敏这种格局来看的话 一二三四五 少一只脚啦 少一只脚 那当然啦 就我的判断啦 像以杨敏来讲 跌破前低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110这里 可能性非常的高 不是说我现在要唱所以航恩股 而是说 事实上跌生的确会反弹 只是说 这边大家了解到 并不是说每一只股票 哇 一定都会像万海 哇 反弹到将近二分之一的位置点 对不对 记不记我当初有跟他讲过吗 如果你跟着我做万海 我们光万海套利一张四万七 如果你很不幸套到三百块的 跟我做一张万海赚了四万七 其实严格讲起来 你万海就算在两百六十块 在这边全出的话 你根本没输没赢啊 很多投资朋友都搞不清楚状况 我就要丹解套 我就要丹 要跟他拼 反正大家都说会上两万点嘛 就跟他拼了 老娘就跟你拼了 很多都这样子啊 我知道啦 我一直跟他前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为什么 这张字卡我已经用很久了 累积少成多 累积价差 为什么要累积价差 大家懂不懂这个概念 这一波反弹一千点 我告诉大家好了 很多人其实没有赚到钱 那如果你有赚到钱 不管你赚到 我讲的哪是股票嘛 你先把这个赚到的价差 先放到口袋里来 当你看到今天阳明在跌 万海在跌 长龙再跌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好在这一波 还有更好是赚到点价差 好那长龙这些就算了 就当没赚 顶都没输没硬嘛 我觉得很多投注者 就是跳脱不出来这个观念 你看我分享的这些 强势骨来讲 记不记我当初跟他讲说 跌时重止的五大选骨原则 高档不能报大量 头部形态不能明确 盘整期间叫有量说 力气点要能够持续发下 重要资产本的跌破 当然我当初分享的这些股票 平常去讲 今天也很 有些今天蛮弱的 今天就蛮弱的 我就不再去多点名了 但是我的重点不是在于说 他今天弱 我的重点在于说 我当初跟你们分享 这些股票的时候 请问他大涨了没 请问巨基大涨了没 请问新唐大涨了没 请问锦缩大涨了没 就算他今天底又如何 我会没有叫你今天去买 我的关键在哪里 我的关键是在这边叫你买的 不是这边叫你买的 通家今天弱又如何 今天弱又如何 对不对 无所谓吧 我也没有叫你今天去买 胎翼也是 你看就算他今天稍微压下来 又如何 我没有叫你今天去买 因为我们的买点是很早 在19号就提醒你了 有没有 因为这分享的日期 大家可以去看 还有包括汗的也是 好了其他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是这样子 不管我们分享的哪支股票 我先看看 第一天没涨 不过如此 第二天还没涨 也是这样啊 等到第三天大涨 第四天大涨 一追我告诉你 就是追在追高点 因为我发现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一个坏习惯 没有习惯性逢低布局的一个什么 做法 就是你要等到 我的天堂啊 快点来买 结果一追 不好意思 你进去追我刚好要卖股票 这是这种道理 那当然有些股票能追 有些股票不能追 有些股票 当底部在起涨的时候 你不追是不行的 就像当初我在6月20号那时候 开始做金豪科到底是一样吗 他一起涨看回不回 我跟你讲你不追都不行 类似这种概念 好 那现阶段来讲 有没有这种看回不回的股票 我告诉大家好了 没有 有没有看似已经落底子的股票 有啦 这倒是有 这都为什么你看 我第一个阶段 我在这个大盘压回的过程中 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先跟他讲 大概在6月 不对 在8月16号18号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预告 我说这个时候 我们先做什么股票 大家还没印象 先做这种跌 大盘在跌的时候 这种抗跌的股票 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一共分享了16支股票 验证到今天为止 16支里面已经有13支都涨了 我不要说一定都大涨 有大涨的 有小涨的都有 目前我三支是没什么动了 我相信我这样子的胜率 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 而且要知道 分享这些股票 是没有收到他白毛钱的 先让你认同我的理念 就像我一贯的风格 对不对 我相信应该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也许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 我之前就跟他 不断跟他强调一个重点 就说我做股票 我一般这样子 我很少会去追求一个极致 因为我知道没有人是省 我也不是省 但是我觉得当一支股票 准备要涨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就买到一个起账点 那先不去考虑 会卖在哪个点 对不对 至少如果你有办法 把握到每一支股票的 这一个起账点的买点的话 其实后面涨上去 你真的很好处理 怎么责麻烦在你的 大家都懂我意思吗 探两块也好 探五块也好 探十块也好 我昨天不是跟他讲吗 我从来不会为了 一块钱两块钱的事情 在伤脑筋 你看我到目前为止 说累积起来的架杀 这还没有把今天的威风店 跟那个金鸿酸酸进去 你看金鸿之前 已经做过也是当冲了 你看他赚了七块 这是我强调的 我从来不会为了 一两块钱的事情 在伤脑筋 如果今天跟着我做股票 最好是我跟你做股票 这才赚到五毛一块 那你可以不用跟我 没有意义 你跟我就是要 上三块也你要看 这个通家贪六块 对不对 那当然像这个万海 买的点好 你看我买在 211 然后买在258 赚了四万多块的价差 就跟今天的威风店 是差不多的 就类似这一种 才是值得我们伤脑筋的 你看我昨天卖掉了 这个尼克森 也赚了七块钱的价差 一张七块也许不多 十张就多少了 对不对 很多人会这么算 老师我买股票 这边都一二十千里买 那你去想 如果你在昨天 我这么讲好了 我来讲昨天就好了 如果你在昨天 跟我做威风店 你知道你能赚多少吗 昨天的抗讯 8月31号威风店 震荡格局表现强劲 控制者建议多少 435 440 现在威风店最高 来到479 好了 不都当你卖470吗 几点只差几万 这昨天的事情而已 做个隔日冲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知道昨天要买威风店 而你却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跟他 我要跟他强调的重点 就好比说 来我们再把时间 拉回到8月26号 金虹表现符合预期 空手150 152 卡位 你再去看一下 今天的金虹 跟我买到151的 卖到今天涨天板 你价差一张几万 我不敢跟他保证 我每一次股票 都可以像这样子赚 这个我不能保证 这便保证获利 但是我尽我的能力 我尽我的努力 那当然 就说有些股票可能买了 摆了比较多天 那像威风店是昨天一买 今天立刻冲上去 马上对不对 做个隔日冲 因为昨天杀尾盘 没办法卖 对不对 但是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做老师做不到 你做不到 好啦 也许你觉得说 你就是老师 你本来是要有资料 带回我们探钱 对 就冲了这句话就够了 要不然坐在这边要干嘛 对不对 我又找到没有别人家帅 唱歌没比较好听 对不对 我又不会表演杂技 那我这边干嘛 我这是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擅长的 这种行情就像我所说的 要怎么做才能赚得到钱 不是说今天 今天电脑一开 盘一开 我就告诉你 我们今天来买金红 我们今天来买这个威风店 不是这个意思 很多事情很多功课 都要做在先的 就像当初 我在跟他分析这个聚机的时候 记不记得 很多人看到聚机大长 一直在跟我问 周老师这种股票 快点再補两次来 哇 今年年初亏了 就全部一把回来了 我也不会在乎 我长龙买在200了 我也不会在乎 我万能买在300了 真的啊 多少人跟我私讯 很多人加入周老师的粉丝团 第一个问的就是 老师 哇 你的这个聚机真的很强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种好股票毕竟是少数 当然也有类似这一种 台现金 有没有看到 我不能说没有 我不能说没有 有类似的 会不会像聚机这样大涨 我不知道 你看像今天聚机又创博弹的新高了 哇 真的好强啊 谁说盘面没主流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本事买得到嘛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大盘目前为止已经跌了61点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周老师的会员 恭喜你 威风店我们手上有 金鸿我们手上有 而且是一般会员就有的股票 其他我就不多讲了啦 其他都不多讲了 我相信节目 假设你是第一天看你可能比较没感觉 如果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就可以知道 我不敢说我对行情的研判 就是非常的审准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 我舍航运 为什么我把航运抛掉 我不要了 我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去买 这些抗跌的股票 我有错吗 没错嘛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嘛 好 那既然我是对的 此时此刻请大家要听我的啦 这样懂了吧 你们就不要固执己见了 好 麻烦听我讲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等一下再来聊个股 今天大盘如果收黑爆出3200多月的量 那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说今天反弹千点的过程之中 已经有人选择在接近季线的附近做调节 也大概是在17500这个附近 开始调节股票 很合理 因为连我都想卖股票 不要说你们 你看我今天我也是站在卖方 对不对 当然我今天有买有卖 为什么我要卖威风店 我要卖金红 因为我新的股票要买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买一卖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再来就是说这个季线的反弹 如果说今天真的到3600多亿的话 那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也没有说报大量 可是可以想见得到就是说 这里的震荡一定很大 一定会非常的大 那当然我觉得震荡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大家知道 任何一条很重要的这个均线 不管是支撑或压力 你看大盘前一波15158 15159这边反弹上来 它也是在这边即限进行一个震荡 之后才要开始进行一个大V转 那现在拉回做ABC Pro的修正完之后 当然我昨天其实有在想一个问题 它有可能在复制后面这一段 再来一个大V转 再来一个2000点吗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比较不可能 特别是现在疫情有趋缓了 你说这一波是因为疫情的冲击之下 然后大家关在家里拼命地做股票 那量能爆出来也还算可以解释得过 可是现在疫情已经趋缓了 疫苗都来了 所以我倒觉得这里肯定是以偏向一个 震荡盘整的格局为主 那震荡盘整的格局 它不太可能会一波到顶的 它一定还是会拉回做震荡整理 关键就在于说 当它拉回的过程之中 它是走什么样的形态 是预留后面更大的跌势 还是预留后面更大的涨势 差别在这里 好 不管如何3721 我只要告诉大家 只要在盘整的过程中 能够坚守在某一条线 比如说不管是月线 或者是半年线或期线 只要能够坚守住一条很重要的均线的话 配合价格的那样说 那么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中秋节快到了 对不对 鬼门关了 然后鬼门快关了 然后中秋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现在开始稍微盘整 量缩整理到中秋节的话 我倒觉得 也许9月份的行情 不会有让你特别大的一个意外 但是我相信下个月的行情 应该是不会太差 应该是不会太差 这是我大概的一个规划 那会不会按照我的这样规划去讲 这个可能还是要到时候再来做调整 但是就像我讲的 这都是我的一个规划 我今天不管是我自己看 或者是代会员做 我一定会很清楚的让所有的投资朋友知道一件事情 我在想啥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我今天我要卖股票 为什么我今天要买股票 一定有理由 为什么我把行业股杀光光 一定有我的理由在的 也许现在回头来看 你会觉得说 周老师你怎么不告诉人家 赶快卖长龙卖阳明 其实我都有讲 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当你来自靠在卖万海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 最好听我的话跟着我一起卖 事实证明我卖万海没有错 我没有卖最高点 这一波万海最高来到267 我也不过卖258 你看后面这几天 还有好几天都可以让你卖到260 我也没买最高 但是我不觉得我卖是错的 因为我知道航运股 还有其他一些隐患 它还没爆发出来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 可能用讲也讲不清楚 可能先把它卖掉好了 大家懂吗 我们做股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忌讳 就是说 当你一直在找很多理由 去说服你不要卖股票的时候 这是错误的 我常讲一句话 看不懂的话 算了就不要看了把它卖掉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一个做股票的大原则 好 我们等一下来跟他聊一下 就说 我说过嘛 下个阶段我要怎么布局 其实我已经跟他预告过了 跟他预告过了 你看威风店就是我这个 下个阶段布局的首发的股票 当然今天还是先出 我觉得还是先出好了 赚人价差 我们现在进口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来跟他聊一下 到底下个阶段 应该怎么去做规划 还有股票该怎么选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陈东斗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零儿2752586827525868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横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些 抗底的股票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看看就好了 有些就不要再追了啦 只是现在少数是还可以碰啦 比如说97 它也是我曾经分享过的其中一档 只是它最近一直在盘 没什么动 也上去了 这也是在之前在抗底股里面 有分享给大家的 要记得像这种股票 如果你有买的话 就把握逢高冲高的一个卖点 那也恭喜所有的投资朋友 也买到97 因为这支股票蛮多人在问我 我今天也做加码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个阶段该怎么布局呢 既布局抗跌股之后接下来布局重点 很简单着重在跌升基本面好的股票 什么叫跌升基本面好的股票 来我们就来聊一下我昨天买进的这个威风电就好 其实严格讲起来威风电其实没有跌很深 其实并没有跌很多 它还是算抗跌股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既然我看到好的股票都先做 这都为什么你看我在昨天 8月31号就带会员买进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看到430 440这边买进的 好 威风电 好 那买了之后呢 这边我就要跟他提醒 当然我日期是压今天 因为方便到时候做记录 像这种股票我这么讲好了 拉回震荡做ABC波的整理完之后 我们一般都可以假设 这边先做一个小A波的反弹 好 先做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这样子你还可以赚得到钱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看到这种不管跌升的 或者是抗跌的股票 我都是这么去做假设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带领会员买进来另外一档 我这次日期压错了 对 这日期有点压错了 这次也是一样 今天买到上半年赚7.89 或是持续供不应求 我觉得就像我讲的 我刚刚不是有说过吗 我们这个阶段的布局 着重在跌升还有挫杀股 所谓的挫杀就是说 在基本面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之下 居然被砍下来了 当然可以接 所以你看 挑选这种跌升的股票 有几个重点 大家可以自己记一下 当然也许你看不懂技术分析 比如说老师 什么叫形态要美 形态要美 就像威风店一样 你看它的形态是非常的明显的 A就是A B就是B C就是C 做股票有一个重点 我跟他讲一下 看不懂的宁可不买 跟他提醒一下 结构又要加 我相信威风店结构的确很强 基本面没什么大的问题 综合以上的研判 当中股票可以买 所以你看我在8月31号 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档股票 今天虽然稍微弱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 它也符合了 类似像威风店这种格局 你看结构也不错 然后也稍微跌深 达到半年线 还有在昨天分享的 这支股票 我想一下 这支股票 我已经切入了 我已经切入了 今天稍微震荡一下 但是我觉得表现就不会太差 这种格局很像那个金虹 还有威风店今天公开 还有早上今天带领会买进的这一档 这个都是我精挑戏选过的 你想嘛 它的获利 不输给威风店 可是股价只有威风店的一半 不到 对 一半不到 那你说嘛 如果到时候比爆发力 不见得会输威风 这样懂这个概念吗 这就是比价效益嘛 我相信这些高价股 这些营收好的股票 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本益比上面 去做一个比较的啦 当然有时候想一想 当行情在热的时候 本益比根本是没什么路用的 可是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还是有点用的 因为法人也会这么看啊 哎呦 这支高价 罗家领轻吗 本益比这么低 哎呀 是不是我们错杀了呢 是不是我们不小心 把这个股票杀了呢 要不要把它买回来 说不定到时候就会大眼 上演一出所谓三大法人的 这个回补行情 认错行情嘛 就把这些错杀的股票 全部买回来 那股票就上去了 大家懂吧 好了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嘛 我今天上午前跟他聊到这一边 拿起你的手机 你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想跟着做好是专家差的 除了可以拨到我们线上的服务专线之外 当然也可以利用我们二维码 交通主要是粉丝团 也可以先跟我聊一下 那再来先问股票 人还是很多啦 我相信等一下问航运股的一定更多 因为昨天就很多人在问了 好了 我觉得航运股 当断则断吧 既然错了就错了 我玩是那句话啦 说真的 你说我有沒有卖错股票 我有沒有买错股票 也是有啊 但是我们不要拿情绪 这种去跟他赌 去跟他做赌注啦 我觉得有时候稍微调试一下心情 换股操作 你看我威风店也赚 金鸿也赚 不就可以填补航运股 你看错的那个亏损嘛 给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啦 好不好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 都不用欢迎你播导 我们的信上的电话 好了 今天的节目 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节目的最后 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下午见 五次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待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